你慢点吃 别狼吐虎咽的 吃了 我都一天没吃饭了 一鸣 虽然今天出了点意外 但我觉得你还是很有潜力的 当然了 要是我真的上过模特学校的话 那我肯定是第一名啊 是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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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特的事情到今天为止就结束了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纠结了啊 不会啊 一鸣 你不知道 你今天摔倒之后 在站起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你特别棒 一个成年人这个都做不到 那还算是成年人吧 没经历过的人 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几百双眼睛看着呢 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一鸣 你要相信自己 谢谢夏老师 一鸣 你怎么排在这儿啊 大家都到齐了就差你一个了 赶紧跟我过去 哥 哥 那我先走了 两个小时以后 咱们给我见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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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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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可怎么办哪 还要两个小时 这怎么打发呢 要不这样吧 旁边有个地方 听说挺好逛 我们去逛一逛 我先回去吧 这室外授课 可是你提出来的 现在学生不在了 你要提前回家 怎么解释啊 那你先回家 我自己打发时间 我自己打发时间 是吗 是吗 好 好 好 嗯 在回去之前 咱们做点什么呢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各自安排自己的时间 好啊 那再见 我先去吧 我先去吧 李老师 李老师 我先去吧 李老师 过来 李老师 李老师借我点钱吧 快来帮帮忙 你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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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东西呢 我已经吃了 但是呢 我又没带现金 刷卡又刷不了 怎么办吧 所以你要借我点钱 师父 还要多久啊 怎么这么久 你 帮我把行李送回去 告诉我爸爸 我在江湖的家 捏好了 太像了吧 像不像 可以走了吗 走什么走 师傅 帮他也捏一个 你是说 你比美国的公寓要装修 你特意来告诉他的 那你为什么不能打电话 非要飞回来呢 我这不是想特意回来 看看江叔叔跟徐阿姨吗 顺便给你们俩一个惊喜 你是不是 来打听 一斌为什么没回美国吧 你说什么事 都逃不过江叔叔的 火眼睛睛 跟你说啊 这个一斌哥跟您比 简直就没法比 江田浩 你怎么知道 美国公寓装修 是个借口啊 我呀 是用我们徐锦绣女士的 灰色脑细胞 分析出来的 其实吧 除了这件事以外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啊 等到一斌哥回来 再告诉您吧 安娜 安娜 肯定是我们家一斌出什么事了 秦秦 你告诉我 别怕我担心 你一定要实挂实说 是不是我们家一斌 在美国吸了毒 不敢回去 又逃回来了 不是 一个吸毒的人 又不肯花我的钱 有这种可能吗 这样 我给一斌打个电话 让他马上回来 不用了 江叔叔 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 就住在您这儿了 等一斌哥回来 我再慢慢找他谈吧 不回去了 那你爸爸妈妈 没意见 我父母他们结婚 三十周年纪念 早就环球旅行去了 反正我一个人在家 待着也无聊 今天晚上 我就跟一山睡在一起吧 喝点这个 有助于消化 一个冰淇淋就把你撑着了 那我给你看张照片 这个人呢 就是伴住我双脚 让我没有办法 回美国的人 怎么样 笑起来是不是很漂亮 还好 他不是很爱笑 如果他每天都对着我 这么笑 那我心脏还不得停摆啊 我是不是很荒唐 没办法 我也觉得自己很荒唐 可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我自己也没办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